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今年已经18了 对对对 真的 就是一般就喜欢这样说话的 你知道吧 都是三十好几的 而且我觉得 就是三十岁 是一个很神奇的年纪 就有一句俗话说什么 男人三十一朵花 哇 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非常的荒谬 你有没有发现 男人这朵花 他过了三十之后 他往往都是 幽光满面 肥头大耳 但是他们都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哇 成天就拍着自己的肚子 啊 将军肚 但是女人过了三十岁以后啊 她反而会特别努力地 去保养自己啊 运动啊 健身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 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呢 你身体有深深的危机感 你就生怕失去那个丑男 而且我觉得啊 就是俗话又说啊 女人三十 豆腐渣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他把你说的 一过三十岁生日之后 你就立刻判若两人 哇 三十岁之前 你是豆腐骑尸 一过三十岁 立刻没有人愿意 吃你的豆腐了 就变成了豆腐渣西式 所以说男人 对女人的年纪 是非常介意的 就是男人啊 他看到那种 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 年纪有很大的女人 她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他看见这种女人呢 他往往会想着 哇 好漂亮啊 可惜了 很多那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 如果说女主角的年龄 超过三十岁 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想象一下 泰坦尼克号上面 Rose在跳海 Jack特别着急 看着女人跑 美女 你看多大你就要跳海 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You jump I'm young Too young to jump 所以说作为女人啊 就是人过三十之后 你会突然发现 你跟身边的人 再也不是同类了 就是老女 这三个字啊 是他们对你最恶毒的评价 就是如果你跟他们吵架 哇 你可以很理气装地骂她 你用致无耻 愚蠢 恶毒 然后她转过来跟你说 哼 一个老女人 说得对 我敷个面膜回来骂死你 而且呢 我觉得女人过了三十之后 她是绝对不会主动 跟你说她的年纪的 但是你要是硬要问她 她就会装作很俏皮地告诉你 哈哈哈哈 我十八岁啊 你记得注意一下 她这里一定会加一个哈哈哈哈 这里呢 一个哈就代表三岁 就所以说 她可能会跟你说 哈哈哈哈 十八岁啊 但还有可能告诉你 哈哈 二十五 所以说啊 你要是问一个 八十多算老奶奶 你知道吧 她就会告诉你 我的药呢 所以说 小时候啊 我经常觉得三十岁 是一个很可怕的年纪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到了三十岁之后 你会发现 你对生活的选择多了很多 所以说 如果有时光机的话啊 我依然不会回到过去 但是呢 我会告诉时光机 把我留在三十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让我到四十岁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